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馬律師 我想先請教你 那像黃醫師 如果碰到這個狀行藥的這個 用他的人頭 這怎麼辦 我們當然可以提出高速 但是我們現在瞭解說 現在司法單位 對於這樣的一個行為 找到那個人 都不見得能夠把他定位出來 他的真名真信 如果他又是在海外的話 我會發現這個高下去 結果會徒勞無功 好 換意外角度來講 你告他了 有些人還怕不出名 我還幫他做個廣告 因為行度輕嘛 對不對 也不會關 那你黃醫師告了我 然後我還在那邊報道 在上面 這個罪名是什麼 這個防礙名譽而已 又是防礙名譽 你說詐欺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詐欺又要去主張那個 買的人吃的沒效 消費者出來告 而不是黃醫師告 我只是沒有 我沒有 你沒有 你使用我的肖像權 但他利用我牟利呢 也只能妨礙名譽嗎 也是妨礙名譽 也是妨礙名譽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 對於這種網路犯罪的層出不窮 應該已經要把它 把它類型化了 應該有一個網路犯罪的專章 記不記得我們以前台灣最厲害的對外輸出是詐騙 因為台灣的詐騙非常厲害 然後對外輸出什麼 一些梗到處用 但是後來我們用組織幫派 組織犯罪條例裡面 把這些人都納進去 因為以前詐欺沒有組織 現在就比較嚴格了 還有賣帳戶也抓得兇了 也認定了 他就是一個共犯 那網路犯罪目前還是屬一個無人管的階段 所以我會建議我們政府趁這個階段 曉英總統應該要促成網路犯罪的專章 對於那些主持 所謂主持像曉英總統主持的 謀利的可以重罪 還有其他參與者 當然行度會輕一點點 參與消費的這些人繼續做 還有如果你用科技的手法 去犯了各種罪責 行度把它拉高 我舉一個例子 以前我們常常怕那種除忌 要為了救的除忌 希望大家不要去未成年子女 未成年女孩子 所以我們在兒童性交易 防罪條例裡面就加了一條 那個批圖的人 只要批到未成年的 那就嚇死人 那個一定要關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 所有的網路上面看不到 除非是美國 俄羅斯那些網站 在臺灣已經看不到 任何未成年子女被人家批圖 所以你要看 我們先不擔心抓不抓得到 只要我們行度調整過以後 警察自然有辦法去阻礙 去喝止這些犯罪行為 不好意思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其實我可以用國外的名人 比方說朱莉亞羅伯斯 然後他這個拿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把他的肖像拿來 然後換成我的產品 反正他也不會管到臺灣來 沒錯沒錯 如果這個行為被害人是在國外 警方所有的立案調查都要被害人 做完筆錄才能立案 不然的話我在網路上巡邏到那麼多 朱莉亞羅伯斯我看到你被臺灣的人 劈圖了 我打個電話去問 羅伯斯你要不要來臺灣做個筆錄 所以我說過 臺灣我們有這個條文 但是發動的過程當中 警方要立案 還是要找到被害人 製作完筆錄以後 我們才能朝那個方向去 那我可以弄一個川普的嗎 川普推薦 我們警察重來有那麼多的法律 除非是那個公訴罪 我們去搜索 就可以扣到一批裡面 什麼川普 朱莉亞羅伯斯 像小玉這種 其實小玉這種 我甚至懷疑 也可能沒人告 可能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因為對於這種影響到非常多的名人 影響就是社會觀張 非常重要的 他們才成立 收證很久 這個不是幾天 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收證 去衝出去把他抓出來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是被 小玉的硬碟被收出來以後 報紙爆出某些人某些人 那個人才說原來是他 那我要告 記不記得他們是被抓到以後 那些被害人才說原來是他 那我要告了 對 這個完全是倒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法定的修正 是有必要的 遏止這些網路上的犯罪 甚至成立專責的網路警察 好 因為這個 智偉的小孩現在是 一個國二 一個小五 那他們曾經都是小玉的超級粉絲 你看吧 你看吧 對 對他們影響很重大 那我小孩也是 對啊 回來跟我講小玉 對啊 我那麼不知道 他一個國中嘛 小六開始一直講 講我是小玉是誰 我完全不用看 對 因為小玉說他的粉絲 主要是未成年的小學生跟國中生 對 然後最多的時候有一百四十萬個訂閱數 對 你的小孩多大 我小孩也是國二啊 搞不好他也他也知道小玉 他知道 然後他說他常常在影片中做出各種不良的行為 比方說使用電子物化器吸食維他命棒 還有開箱催情春藥 這大家都很質疑 對 我跟大家講 小玉他一開始串紅 他一開始串紅 他沒有做這種 越來越離境叛道的行為 我覺得他的心理狀態一定是有問題的 但你知道我本來看我兒子在看小玉的影片的時候 我說你為什麼要看這個影片 這個Youtuber我覺得他真的一點都不可取 那因為他的影片一開始就是用炫富的方式 比方說他就是在浴缸裡面 撒滿了千元大鈔 他說你們有泡過 百萬浴缸嗎 我讓你們看什麼叫百萬浴缸 一百萬在浴缸裡面 他就泡在裡面 泡在鈔票裡面 然後他說他現在不是很流行 夾娃娃機嗎 我就買一臺回家 小玉為你們開箱 結果他的娃娃機裡面 他弟弟是尊嘛 尊也是一個百萬Youtuber 他弟弟就從那個夾娃娃機裡面伸出一顆頭來 他就用這樣子夾他弟弟的頭 那我兒子看得好開心 笑得好開心 我說可是這個行為很不ok 那當然小玉他後來也知道說 他有很多這種未成年的兒童觀眾 所以他很多行為都是被抨擊 他已經道歉不知道幾次了 那剛剛那個吳老師講的那個母奶事件 也是他就是因為那個事件之後 他出來道歉 他就說他從此隱退 不拍影片 其實每一個Youtuber他們都有一個流量的這種迷思 就是我今天就是要 明天就是要比今天更好 為什麼流量會掉 因為流量他可以變現 我花這麼多時間撿了一個片子 結果流量竟然不如我去做一個什麼惡搞的東西 你要驚世害俗 對 所以他的影片越來越誇張 誇張到後來我都覺得很不好 除了那個牛奶還有百萬浴缸 然後還有這個夾娃娃 對 他很多 他還有一些比方說 像我兒子看了就真的要給我模仿 他有一次就是說聽說有一個椅子 說這椅子怎麼摔都摔不壞 小玉我就去買了這張椅子 那我來開箱示範給大家看 他到底會不會壞 他就拿了一張椅子 然後就用榔頭 用各種的道具 去打他棒球棒 後來那個椅子 我在猜 他也許是業配或什麼的 那個椅子就真的沒有被打壞 那我兒子就真的要拿椅子來打 他要模仿他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是會 打開孩子大小 但是後來因為小玉他有一陣子 他有 結果你們家椅子有沒有打 他要打 我就說你打椅子 我就打你 怎麼讓他這樣 沒錯 對 而且小玉那是摔不壞 以前說那爸你也去買一張 他就會被置入 你知道嗎 小孩子就很單純 對 譬如說他們看哪個YouTuber吃什麼 就覺得那個好好吃 我也要吃 那有一陣子我還 因為為了要知道我兒子 到底喜歡他什麼 我就去研究小玉 後來我發現說 小玉其實還滿有才華的 他其實會彈鋼琴 會彈其他 歌也唱得不錯 舞也跳得很好 那他也出過單曲 雖然那個歌曲我覺得是 也是教壞小孩子 因為他 他就是像剛剛吳老師講的 他唱一個魯蛇的心聲 我是一個沒有用的大學生 他有一首歌就這樣 我就是我是一個沒有用的大學生 然後一天到晚 就是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 這很符合現在年輕人的調調 所以他就是很多小學生中學生就很喜歡 那他們也拍過戲 就是跟很多YouTuber合起來合之 其實那個戲的質感也沒有不好 他在裡面就演說 就是因為小玉就說他常常被霸凌 就有一些黑粉 黑特來攻擊他 所以他們就是演那個校園裡面的事情 然後那個校校就這次被說是 因為校校到底是他的朋友 他的partner還是他的女朋友 他也都沒有名講 所以他們在那個戲裡面就演說 校校被霸凌 然後就教小朋友說 其實你不應該霸凌同學 我那時候才想說 小玉終於開始在做正面的事情了 可是也許你會覺得說 當他做這樣的影片 他出這樣子的歌曲 一度點閱蠻高 但看久了會疲乏 就是你把觀眾的胃口養大之後 你沒有再來一個什麼 比較比較刺激一點的 比較爆點 今天很辣 明天要更辣 對 因為他本來我這支影片 我這樣子隨便做一做就有一百萬了 他會陷入那個迷思